HELLO,大家好 我今天會介紹大家玩一個叫做反應訓練球 這個跟普通的球是有點不同的 但它也可以在普通的體育用品店買到 這個球其實是不規則的 換言之,當你打到地上或其他平面的時候 它是會向著不規則的方向彈走 所以這個球是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協調能力 和反應能力 我今天就要教大家玩三個關於這個球的遊戲 好,第一個遊戲就是要接著會回彈的反應球 其實很簡單,就是把球打到地上就可以了 事不宜遲,我立刻為大家示範 這個遊戲還有一個可以將它的難度提升的 就是要用你的飛慣用手去接著球 我這次會用左手的 好,第二個遊戲 我們就要把球打到牆上 對了,讓我來示範一下吧 好,這個還有一個進階版 這個進階版就是打完牆壁之後 我們嘗試讓它彈在地上一次 才再接起它 好,到了第三個遊戲 也是最難的那個 這次我就要指定自己 究竟那個球可以彈多少次 才可以接回那個球 好,這次我給自己的挑戰是彈五次 我才可以接回 一起看看我做多少次才可以接回那個球 以上就是三個用反應訓練球去玩的遊戲 那要記住,玩這個遊戲的時候 要在一些空曠的地方才好玩 千萬不要打到家裡的玻璃 那不然的話會被媽媽罵的 好,再見 再見